注意看,迷你世界中的野萌宝正在吃烤肉 但是突然之间烤肉没了,烤架也没了 这个时候他吃饱了,开心的摇了摇头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野萌宝吃饱饭以后就再不会搞破坏 错!其实他吃饱饭以后还会偷走我们人类的食物 你们知道吗? 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见过野萌宝 那么请为自己的勇敢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野萌宝他非常的喜欢开关 他对开关的执念那是无话可说 岩浆包围了开关 但是他不害怕,直接就冲了上去 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 野萌宝的心情,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此时他胜利了 他成功的摸到了开关 但是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 他还会偷走我们人类的粮食 今天我和学姐准备了非常多玉米 我们准备过冬 但是野萌宝他直接吃了我的粮食 并且连偷带拿 瞬间又回来,对着我的玉米又是一口啃 我的玉米只剩下最后的三颗了 这是不是就可以证明 其实野萌宝他不仅会吃肉 他会偷走我们的粮食 并且官方大大都说了 玉米对我们人类非常的重要 我辛辛苦苦种的玉米 全部都被他给偷了 你们知道了吗?